下面要介紹的叫做醋 醋就是我們傳統的調味品 裡面大概含有3%到5%的醋酸 也就是乙酸 有所謂的釀造醋跟合成醋 釀造醋就是從穀物中釀造出來 透過發酵的結果得到 方程是寫個乙醇加氧 然後變成醋酸加水 透過醋酸菌的催化 第一件事情 這是誰發生反應 乙醇就是酒 所以他不跟你講說 我弟弟說什麼叫做醋 他不吃醋 因為他說醋是酒壞掉了 對 酒壞掉了 酒氧化就變成醋 有人在買紅酒 說要把紅酒保存好 有人說你保存不大 那個紅酒會變酸 為什麼會變酸 變成誰了 醋 變成醋了 當然有人專門說紅酒醋了 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我是要喝紅酒 結果這個酒壞掉變成醋了 所以變酸 然後變成醋汗跟水 他心下有氧 要不要氧 要要氧化的結果 這叫做釀造醋 然後過合成就什麼意思 就是去買一些那個冰醋酸 加點喇喇 放點色素 放點香料 就變成所謂的合成醋 你現在在超市買的醋 都會跟你寫我是純穀物釀造 告訴你我都是釀造的 我不是合成的 表示我比較有良心什麼之類的 因為這種釀造的結果 可能會含有一些微量元素 一些微量元素可能會對身體會有光粗 而且比較天然 比較無害 比較這個就是醋酸喇喇喇之類的 加一些色素之類的不好的東西 叫釀造醋 合成素是加水稀釋的結果 OK 了解一下醋 知道一下它怎麼做出來的 就是乙醇氧化的結果 透過醋酸菌的催化 而變成我們的醋酸跟水的醋 OK 再來叫導油 導油有所謂的傳統醬油跟化學 外製做的醬油 外製做的醬油 傳統醬油怎麼樣做呢 就是要將這些東西 黃豆 蕎麥 煮一煮 然後加上菊菌 發酵 壓榨 成金 過濾 做出來 OK 就是純 所謂的 你看那個瓶子上面 叫我們要寫一個純豆麥麵 就是這個 豆麥麵 我很小的時候有去參觀過醬油工廠 而且它不是像現在的 現在你看廣告換它是放在那個大那個鋼筒裡面 完全用電裡面什麼東西啊 看起來很漂亮一個一個的 我小時候去的是地上一個一個草 在這邊直接就亂發酵了 你看著它 你走過去看它長相 它的長相很像跨叉子 然後聞起來也像跨叉子 就是那個樣子很像跨叉子 你在那邊咕咕咕咕咕 長相相 然後聞起來也像化茶匙 所以要壓榨 過濾 成金 才會變成你要的導瀛 才會變成你要的導瀛 否則它就會很那個內坨勻 真的很那啦啦啦啦 OK沒關係 這叫做純豆麥釀造作的醬油 那化學呢 就這樣 鹽酸分解 然後得到胺基酸之類的 之前在食安問題很嚴重的時候 網路上傳過很多文章 告訴你說要去辯認 要去理解 還有告訴你那些所謂的化學醬油 不是真正釀造醬油怎麼做的 你可以自己找到文章去看一下 那我們課本上教你就是說 用黃豆加鹽酸去分解 讓它產生具有胺基酸液體 因為那個醬油的特殊部分就來自那些胺基酸 然後再加上一些喇喇鍋 就變成你的醬油 就是醬油的作法 就是前面講的是醋 這裡講的是醬油 考試喜歡問這個 化學醬油 你加了什麼碗葉就讓它得到胺基酸 加了鹽酸 加了鹽酸 OK 加鹽酸上去瞭解一下 這就是有關於醬油的部分 下一個要講的叫做乳酸菌飲料 乳酸菌就是只要以牛奶為原料 發酵過程中消耗了乳糖 所以有乳糖不耐症的就可以喝乳酸菌飲料 有人有乳糖不耐症嗎 就是喝牛奶會拉肚子的那種 不能喝牛奶的 他會喝牛奶會拉肚子的那種 就是乳糖不耐症 他可以因為他乳酸菌可以消耗掉 有益身心健康 乳酸有所謂的活性跟非活性 活性就是那個乳酸菌還活著 乳酸菌還活著 然後到你的胃腸以後 會到你的腸內的有益菌增加 可以幫助你身體健康 所以你就說會有益菌的維持 然後抑制駭菌 然後呢這樣這樣這樣 可是因為他是活著的 所以要放在低溫來保存 所以這邊的有個A.B.YOURU的廣告的圖片 然後說我有A.B.YOURU 還有人會說我有什麼精球保護 你的那個乳酸菌經過胃的時候 就被乳酸給殺死掉 什麼之類的OK 然後還有非活性的就是 它基本上乳酸菌已經在漸了 在漸了 它就比較可以在常溫之下保存 常溫之下保存就是乳酸菌飲料 說法理解一下 下一個比較麻煩叫茶 這個學問太大了 我們沒有辦法好好講 我們就隨便說一說 茶葉就來做烘焙 有所謂的胃發酵茶 半發酵茶跟發酵茶有不同種類 以後如果你有興趣喝茶 你會專門去吃到它 那我們這邊就簡單帶過去 像未發酵茶就是綠茶 就是這個沒有拿來發酵 除粒的綠茶 直接就烘焙了沒有發酵 乾燥出來 半發酵茶像烏龍茶烏龍啤 就是稍微有一些發酵 全發酵茶叫紅茶 紅茶全發酵茶叫紅茶 好 這邊不同的茶葉 泡出來的茶湯的顏色也不一樣 狀況也不一樣 好 這邊就是一個 那最左邊的就是沒有發酵的綠茶 然後呢 最右邊的就是全發酵的紅茶 顏色比較深 我想如果這個茶的學問很大 我們沒有真的好好講 就要隨便帶過去 那以後有人喜歡喝茶 你就會專門去研究 然後看看你喜歡哪一種 你喜歡的是未發酵的 還是全發酵的 全發酵的茶 然後把它看一看就可以了 最後是跟各位介紹有關於茶的部分 小吃一樁 OK